老公 咱们看看这家店吧 这件衣服挺好看的 我去试试 试试吧 试什么试啊 我们店的衣服只准看 不准试 我不试一下 怎么知道衣服合不合身呢 大姐 我们这里是高档服装店 如果人人都试的话 我们还怎么卖衣服呀 算了 老公 我们走 据我所知 这家店没有不能出现的规矩 哼 规矩 我是这里的店长 我的话就是第一句 你们要买就买 不买 就赶紧滚 把所有S码的衣服都给我包装 没必要买这么多吧 我没有听错吧 就你们这种人 居然还想买下我们整个店的衣服 你说话报尊重点 怎么了 我说的难道不是事实吗 就你们这个群酸样 居然还想买我们店的衣服 痴人说梦 你 宝贝 看看喜欢什么 随便跳 两位随便看啊 看上哪件我给您拿号试穿 你不是说你们店里不让试穿的吗 我们店只有四肢健全的人才能试穿 他 危险 这件 这件 还有这件 帮我包起来 好的 您稍等啊 把旁边那件也一起包起来吧 好的 先生 麻烦您跟我到这边结一下账 我们先买的 不应该是我们先结账吗 你知道我们店最便宜的一套衣服多少钱吗 五万块 你跟你老公怕这十年也买不起一套吧 快点快点 好的 先生 麻烦您的卡 你的信用卡已经刷爆了 无法结账 什么意思 骗子 宝贝 你等等我 我可能拿色卡了 看什么看啊 你们两个也赶紧滚吧 你干什么呀 现在 我要你打包整家店里所有的衣服 送到南宾路92号 南宾路92号 那不是全是守护周家的私人别墅吗 般人都按照权 优优独 groom都复杜独吻 优独播首相 优独播首相